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8岁 约活跃在目前 还曾接拍不少电影和电视剧 例如Loss Border 《请欲三重奏》等 2018年 他还出演了电影《蝎子王5》《灵魂之书》和《凶宅物镜》 并且在其中贡献了大尺度演出 不过他和宋仲基并不是因为拍摄电影相识 据了解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宋仲基在拍摄黑帮题材电影《破乱时》 找朋友请了一名法语老师 KT就是这名法语老师 两人在学外语的过程中产生了情愫 然后走到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KT在2012年就曾怀孕 当时她挺住大豆子参加活动 但孩子身负不祥 后来也有照片显示 KT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不过相信宋仲基和她在一起后 也了解对方的底细 而且根据海媒报道 宋仲基对子女十分贴心 不仅主动向工作人员介绍 KT走到哪里都带着对方 还曾在今年9月份在社交网络发文 感谢亲爱的KT 只不过当时大家误以为是宠物狗的名字 两人恋爱 这一年来 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他们的关系 而仔细翻看宋仲基这一年的私人行程 都可以看到两人一起活动的身影 可以说这一年两人都是密恋的状态 海外的粉丝几次偶遇二人 从这些影片中都能看出 宋仲基十分享受和女方约会 两个人的状态都很轻松 除了和女友形影玻璃外 宋仲基还去参加了女友表妹的婚礼 宋仲基对待这份感情显然十分郑重 值得一提的是 前几天韩国论坛里有一个爆料的体字 称自己有认识的人看到 宋仲基和华英德外国女演员去了妇产科 网友还提到女方可能是意大利人 两个人马上就要宣布结婚了 由此可见两个人很有可能真的好事将近 目前外网对女方有一个十岁的女儿还颇有为辞 不过还是有大部分的网友对这段感情表示了祝福